诸佛正法众众尊,直至菩提我归宜,我已所行四等善,为力众生愿成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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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那有可能要跟大家宣布一下,我们再开始,就是17号,下下个礼拜一的话,我们不是会停课, 可是那一天我们这边要,因为那一天是在葬礼当中,应该算一年当中最吉祥的日子,或者最重要的一个日子, 因为那天所造作的所有的善啊,或者恶都会成于,应该说一倍吧, 我们一般来讲说一倍或十一倍,因为那一天是什么,是所说的,一般以藏力来讲的话, 那一天是佛陀的诞生,佛陀成佛,佛陀入涅槃是在同一天,就是4月15的。 他从今天开始,一般来讲到15的话,我们一般都是注重于自己的所有的行为, 因为他们说要这个的,特别是在内心的意识上,去想到善法或善业的原因是在这边, 因为就是这个月,前面的15天最重要的, 然后刚好今天是从6月3号今天的,想说爱今天有一个好元气, 从今天开始可以上课,可是到17号的晚上,因为那一天是佛陀的诞生, 所以我们晚上会送金刚经,6月17号,所以那一天晚上,我们不上心内学, 那一天我们17号晚上不会上心内学,然后跟大家先告知一声那样子。 好,上次我记得的话,我们已经在介绍心内学的话呢, 我们应该是介绍到说,量跟非量嘛, 他在量的时候呢,是主要在介绍什么的话呢? 他第一种分类是在介绍,现前或者所谓的限量跟比量二者嘛, 和所谓的量是什么呢?我们前面也略略讲到说是叫新的不欺狂的嘛, 新的不欺狂的这样一个心事呢,是作为量嘛, 所以我们想说,这个东西是否是量, 这个东西是否是,或者我们说这个东西是否是正确与否的话呢, 我们在一般用经书里面,或者大家以后看到说别的东西, 他说那是否是,是为正量嘛,正量的意思就是说什么, 他是用一个正确的心事可以去证明这件事情的, 我们为什么说他是正量啊,或者这是符合量的意思, 就是他说,他的所靠的,所依循的是存在的, 按如果这个东西所依循的不是量, 虽然大家可能看来是很坚固, 但是呢,还是会有漏洞的, 就例如说什么,像我们说, 那到底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存在吗? 或者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啊, 或者所知的话呢, 你看,现在回想到以前的, 所知的定义在色类学是不是说, 他是可以被量所缘的, 他可以被量所证得的, 他是被量所了解的缘故呢, 所以我们称他是为有嘛, 这个东西存在与否, 不是说, 有没有很多人承许啊, 或者有没有了解与否, 这个都不是, 而是说有没有一个正确的心思可以说, 这件事情可以成立的, 也是因此为什么呢, 在学习经论啊, 或者学习经典的时候, 他一定要追究是说, 到底是, 我们去证明这个东西, 能不能找到一个量吗? 如果找不到一个量呢, 你说这些东西等于就是说, 可能说一个很好听的一个理论而已, 可是你如果没有用量去证明的话呢, 这个我们也都不足以说, 这个东西是存在的, 那如果不是以量的话呢, 那当然是可以把它否定掉的, 今天的像尊者在开示的例如说什么, 就像我说我们依循着我所说的, 比如说我依循着我的贪心也好, 我的称心也好, 这个依循是什么, 是一个非理作义, 非理作义依循是什么, 是一个无名, 纵使这些看起来是很真实的, 我认为说这个都是, 应该是如此, 应该是这样子呢, 但是因为这些它不是, 它依靠的不是量, 它依靠的是一个颠倒的东西, 所以纵使我看到是再真实的, 感觉是栩栩如生的, 或者跟我有关系呢, 这都还是可以动摇的, 虽然我看起来目前是看起来是没什么办法动摇它, 可是它的依循, 它所依靠的这个不是量啊, 是颠倒式啊, 是我们刚刚这几天介绍的那个颠倒式啊, 因为它本身也是颠倒式, 它所依循着也是颠倒式的缘故呢, 纵使现在看来是一个力量很强, 可是只要有正确的方法, 有正确的心事升起来的话, 这都可以对质的, 好, 所以我们上次是介绍到说, 量是什么吗, 就是所谓的心的不期狂, 因为是不是, 为什么是量要讲, 在这边要讲心的意思就是说, 它不是透由别人告知的吗, 它不是狗言, 因为特别在这边特别说什么, 我们是不是说一定是一个比一个吗, 像我们上次跟大家讲, 视察室是我们了知的东西的一个过程, 是视察室, 再去透由什么比量吗, 它在线, 是不是一个比一个更有经验, 从我们自己来讲, 你看如果是人家跟我讲的, 你说真的要感动啊, 或者说要动于内心的话呢, 一直视察室是没有什么办法去, 有太多的改变, 到了什么, 到比量嘛, 我用正理, 用原因而去了解的话, 那个比较有一点点的力量了, 而如果把它改, 再把它变成说是限量的去了解, 或者现前失去了解的话, 那是我们最有力量才有办法改变的嘛, 这些别的工具来讲的话呢, 都不足于说好像, 对我们内心有起什么的作用, 所以最主要的话是什么, 在于说要用比量跟限量, 而新的是什么呢, 因为新的它是代表说, 它要透由自己的, 它要透由自己的能力, 它是透由自己的, 而去新的去了知的话呢, 这叫所谓叫新的嘛, 它是不是依靠别人, 不是人家灌输给它, 或者它什么, 这个新是它自己去透由自立而去了知的缘故的, 所以它叫新的嘛, 新的不欺狂是什么呢, 是把反面的或颠倒的这个执着去断除, 所有的这个去去除的时候呢, 这叫所谓的不欺狂嘛, 所以所谓的量是叫新的, 不欺狂, 而这分的话呢, 就是什么我们说上次就是说, 可以分限量跟比量, 或者我们用简单的来介绍的话, 比量是说什么呢, 是虽然我没有直接, 我没有清楚的去了知, 但是什么, 我是用推出了, 或用一个正理, 用这样子的原因而推理出来, 而我去了知的话呢, 这我们叫什么, 怎么叫, 这就叫所谓的比量, 这也是所谓我们讲说在佛经啊, 或者我们常常在所谓的三选里面, 我们是讲说, 文是修, 这个比量就是所谓的诗的阶段啊, 比量是在诗的阶段, 文的阶段是什么的现象,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, 或者是诗茶室, 或者就是从他人而得到一个听文的, 这种阶段, 就是只是, 这个都是所谓的文的阶段, 而诗的阶段是什么, 是我不断的透由原因啊, 透由理责啊, 透由什么, 而我自己去, 为我自己判断出来了, 这都还是用一种正因啊, 原因而推出的, 而到限量是什么呢, 就是离开分别的嘛, 它没有任何是用, 好像我要从我这一方去思维的, 没有任何需要我说我这边去, 还是为什么这样去思维的时候呢, 而我可以直接清楚的去了知, 清楚的去了解的话呢, 这要限量, 可是是每个都是要, 如果这个东西是对我来讲是隐蔽分的, 或者是要推理的话, 我们是不是要经过这样子一个阶段吗, 先是用推理说, 有可能是这样才是, 或者我举一个什么来讲, 比如说, 有可能我们小时候, 根本不知道所谓叫什么, 叫地心一粒吗, 可是你怎么证明出来呢, 你第一个一定是先偷偷, 老师跟你说嘛, 世界上有一个所谓叫, 地心一粒这件事情了, 看你就任性为然, 可是呢, 这个不足于说, 有什么改变吗, 这个说什么, 因为我把球这样丢下去, 它会落下来啊, 当我把这个球, 这样丢下去, 它就会落的话呢, 代表一定有一个无形的力量, 所以我用推理出来, 这叫地心一粒, 还不断地这样子, 再去想说, 我要想证明出这个什么, 还研究研究研究, 研究出来说, 的确就是有一个无形的, 我们看不到碰不到, 可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, 在这边叫地心一粒吗, 是不是你看, 有这种, 好像我们认知的过程, 也是一样这样子的话呢, 同样在心灵上的这种的研究啊, 或者心灵上的要去培养的话呢, 也是同样的, 按照这个过程去一一一思维而获得的了, 好, 所以呢, 我们上次应该是介绍到限量跟比量, 或者简单来讲说, 就是什么, 我们前面的在七种分类的时候, 我们是不是介绍到限前式跟比度吗, 所谓的限量的就是什么呢, 它又既是限前式, 又是量的这个心事呢, 我们就可以称之为什么叫限量了, 而又是比度, 又是量的这个心事呢, 而我们就叫所谓的要比量了嘛, 就比量了, 好, 那不知道刚刚大家有没有什么的, 不懂的问题, 或者需要, 想要问的是什么, 好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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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关系, 你不用, 大家不用为他指啦, 他想问他就问, 如果不想问就, 对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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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, 想先问一个问题是说, 是关于显现境, 所圆境跟所圆圆之间的关系, 那我想说有一个例子是, 我们看到两个月亮的演示嘛,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, 我自己认为, 它的显现境是两个月亮, 那它的所圆境跟所圆圆, 我们可不可以说是外境的那一个月亮呢, 那就是这三个可不可以请歌席帮, 也跟我们讲一下, 谢谢, 你要说什么, 就是想想想想想问的, 到底是因为, 因为你好像给我一个结论了, 我不知道你要问的是什么问题那样子, 或者说在这个例子里面, 它的显现境啊, 跟所圆境所圆圆, 分别是什么呢, 这样子, 这样, 你是说以刚刚, 因为我还不太, 你是说一般呢, 还是你要再问说, 刚刚那个心事呢, 还是什么, 因为我都还有一点, 你是说, 以刚刚那个例子来说呢, 还是是以广的来说呢, 还是什么那样子, 西两个都想知道, 可以先以刚刚那个例子来说吗, 这样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, 以刚刚的例子来说的话, 我刚刚的例子是什么, 就例如说, 一种颠倒的演示来说的话, 以颠倒的演示来说的话呢, 它的显现境, 它的所取境, 它的所源源来讲的话呢, 我说如果它是, 如果是某一个非分别心的, 它的所源源的话呢, 一定是它的所取境, 一定是它的显现境, 这是一定的, 这是一定的, 因为是由这个东西, 反照于这个心事来讲, 所以它是一定有的, 而如果是这个心事的, 显现境, 如果是这个心事的所取境呢, 就不一定是它的所源源, 像刚刚你说的, 一个月亮, 是两个月亮来讲的话呢, 是它的显现境, 是它的所取境, 可是不是它的所源源, 那所源源一定是存在的, 若是某一个心事的显现境, 是某一个心事的所取境来讲的话呢, 不一定是存在的, 但是呢, 你说的有没有一个两者皆是呢, 那有吗, 就是月亮本身, 那个月亮本身呢, 就是刚刚的一个月亮, 显现一个月亮, 是两个月亮的, 这个眼视的显现境, 所源源, 所取境都是吗, 因为它没有所取得, 它没有取得那个月亮的话呢, 它没有办法把这个月亮显现, 是两个嘛, 所以这个, 可是这不是所有的心事都是如此, 这只是在于说刚刚举的那个例子说, 颠倒式的眼视, 或者颠倒式的非分别性的这个心事来讲的话呢, 是如此的那样子, 谢谢格西拉, 那有时候会听到所源源这个字, 它可以对照到我们这边讲哪一个名词呢, 因为就有时候在这个例子, 我会就听到所源源这个字, 我不晓得说它一般是讲所源源吗, 还是说取境的, 不是因为你要跟我讲说, 在经书哪里出书, 因为你说某一些人讲的话, 那我就说每次, 你说某一些人讲, 我就说我不成许那样子, 因为真的, 我说如果你找得出, 在经书在哪里说, 或者说出于哪里说的话, 这我可以解释, 或者你说某些人, 因为太多了我就说, 你看有些东西, 我说这我不成许的, 那你问我这个怎么解释的话呢, 我就不一定知道了, 可是我们会说, 比如说它的刚刚讲嘛, 所取境, 显现境是在指什么呢, 就是在指一件事情嘛, 而所源源是, 所源源的为什么取这个, 意思是说它是因为这个因素的缘故, 而它去圆着自己的境的嘛, 它是因为这个境的元素, 它去圆着自己的, 那你说所源的境来讲, 是说什么的话呢, 所源境它一定要显现出来的话, 我说一般的经书来讲的话呢, 有些人我在猜的经书是什么, 有些经书是讲说, 它的所源, 或者它的所源境也有, 可是是什么的话, 它的所源境, 不代表就是它的, 也不一定代表是它的显现境, 也不代表它的直取境, 或它的趋入境, 例如说一个什么, 比如说, 我们一般举的例子来讲说什么, 像我说, 我在简, 假设我说我们是, 简则瓶子是空性的这个心思来讲的话呢, 它的所源是什么, 就是瓶子, 但是它根本不是它的直取的这个境, 也不是什么, 或者比如说我说, 我直取的话说, 台湾的天空, 台湾的天空来讲的话呢, 我是我的所源是什么, 是台湾, 可是我的直取境说什么是, 台湾的天空嘛, 我要源着台湾说它的天空, 可是我在源着台湾的天空的时候呢, 没有源着台湾呢, 为什么, 因为台湾的天空的意思是说什么, 就是把台湾作为我的这个所源, 所依循着这个东西呢, 我去检测上面他们那个, 就是没有被遮止, 没有被阻碍的那一分呢, 我们叫台湾的天空嘛, 所以我这个心在检测台湾的天空的时候呢, 我是依着台湾而去检测出了一个天空, 可是这个心是它的所源, 或者说我们讲说所源的静也好, 或者所源呢, 是什么是依着台湾呢, 这叫我们是依着台湾, 但是它的直取境额, 或者它趋入境额, 完全不是台湾, 就是台湾的天空嘛, 因为它这个只是一个遮止的部分, 它没有要成立出任何一个东西, 假设你说这个心是有直取到, 或者有源出, 另外一分说有源到台湾的话, 台湾的天空这件事情就变成不是无辙了, 它背后有一个东西要引申出来了, 所以它只是紧紧破除了这样子, 没有的话, 那我就解释下去了, 刚才有同学有问到, 就是进入这个佛堂, 我眼睛看着那个法轮, 但是所有的影像, 包括佛像这些都在我眼睛里, 但是我心里是在看着那个法轮, 所以这个时候, 这个直取境, 趋入境, 不是, 因为你用很多名词, 你是说, 你是用我心里在看的, 还是我用眼睛在看的, 还是, 没有没有没有, 等一下, 因为你说, 因为你刚刚就是很多名词, 你在, 你是说, 你, 因为这个就是很细的, 就是你要说, 你是在同一个时间, 没有没有, 你要在同一个时间, 用眼睛看到呢, 还是你在同一个时间, 用不同的眼视看, 不同的心思看到呢, 还是你在同一个时间, 用分别心跟现前视看到呢, 还是你用同一个时间, 用回忆跟用根视, 用意识在看到, 这个就还差很多了, 因为你就, 某某心思看到, 我就说我没办法回答, 没有那么复杂, 只是进入这个教室, 我坐下来, 我就看到那个法轮, 那, 好, 那这个时候, 这个它是我的趋入镜, 还是我的显现镜, 那, 那个后面那个佛像, 不是, 因为你刚刚就, 你的问题就变复杂了, 你刚刚就说, 不是, 因为你的问题就复杂了, 你看到法轮的演示, 你会看到佛像, 我说这应不成了, 这已经应不成了, 这就不成立了, 不成立了, 你看到法轮的演示, 就不会再看到佛像了, 好, 如果只是看到法轮, 所以它就是我的, 呃, 趋入镜, 也是我的所取镜吗, 看到法轮的演示吗, 对, 法轮, 对看到法轮的演示来讲, 它也是它的趋入镜, 也是它的显现镜, 也是它的所圆圆, 全部都是, 好, 那单卓镜是在用在什么地方, 在分别性上才会有单卓, 单卓镜跟, 跟那个, 所, 跟趋入镜跟直取镜的差别, 如果是分别性的单卓镜的话呢, 就是分别性的趋入镜, 你会有单卓这两个词的时候, 意思是说什么, 它用了概念的缘故, 或者用某一个自己的想而去直取的那个镜叫单卓镜, 所以, 在非分别性的这些心思, 在演示啊, 跟示啊, 它完全没有单卓的这种的动作, 但是它有直取, 它有直取, 就是, 我像上次我讲的直取的意思是什么, 我们讲说直取认为是它是执着啊, 那样子或者什么的话, 这边所谓的直取的意思是说, 它把它抓住嘛, 这个心是抓住啊, 就是好像我们上次是不是用, 就是用像现在的很, 呃, 时下的这个名词, 它把它hold住嘛, 在我的心是, 我是hold住了什么, 我在心是, 我取得了什么影像, 或者像我们现在是说什么, 你看你在拍照的时候, 等于说你那个按下去, 它抓到, 就是它在那个镜头当中, 它抓住了什么像嘛, 那就是它的直取镜, 也是它显现镜嘛, 因为它显现出来的, 它也抓出的是这个东西啊, 所以你刚刚讲嘛, 比如说我看到, 如果我帮你们整理一下刚刚的, 你说你进入这个教室, 你看到了法轮, 看到了佛像, 我就说那就是很快的, 生了两个眼事了, 这不是一个眼事啊, 你虽然看起来是一个眼事, 可是那你自己的错误, 那叫颠倒式, 那叫你自己颠倒式的认知, 说是一个眼事看到这两个, 实际上它不是, 就像说什么呢, 在经书上举的例子来讲, 说什么呢, 像比如说我用一根箭射过一百页, 一百个树, 一百个, 有一百页的这样, 射过去的话, 你会认为好像它一次就穿过去了, 可是不是啊, 它是一个一个这样, 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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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穿过去, 才会生出来的啊, 它不可能有一个就, 同一个时间穿过这个吗, 这就是在入中论散行秘书, 跟月神菩萨的入中论, 人家说这样子的错误呢, 同样你生起了一个对法轮的演示, 跟对一个佛像的演示来讲的话呢, 看起来是像一个演示, 我说我这样子, 这样看过去的话呢, 它已经就是两个演示生起来了, 它是两个不同的演示, 为什么呢, 因为是在文明牌来讲的话, 我们可以同一个时间生起六个, 六个式是可以一起生起的, 是没关系的, 演示、耳视、鼻视、舌视、 声视、意视, 全部可以生起, 可是你在同一个时间呢, 你不可能生起两个完全不同的演示, 它没有依靠着一个不共争上缘, 或者是一个我们所谓的那个独立的不共争上缘, 生起来的完全两个不同的心事, 那是不可能的, 而除非你是说什么, 我看到整体的吗, 我看到教室的整体这个演示呢, 你说有没有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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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显示呢, 我就说一个一个一个不是它的显示, 是它整体这个东西来讲, 这个都是, 就像我们举一个什么来讲的话呢, 就像我说, 比如说你看, 你说显现出花色的这个东西, 这以前在很多的主师大德就有解释了, 他说它是显现出花色的来讲的话, 像这样子, 大家看到我说前这个布了, 它是1111的显现呢, 还是整个显现呢, 他不是, 他就说它是整个显现而花色的, 所以在花的显现当中呢, 这1111也显现, 也不是说它先显现出了绿色, 再显现出了蓝色, 再显现出了红色, 再显现出黄色, 或是它是怎么这样分出, 不是, 因为它是一次性的把这个整个的花色显现出来的时候呢, 而这些自分的1111在内心上显现出来了, 它不是好像说, 我要每一个每一个独立取出, 它才有办法再这样子显现的, 1111的是不是有分别性, 也不一定啊, 因为你可以在, 也不一定要用1111显现出, 一定要分别性, 因为你透游, 如果假设只是分别性的话呢, 那我假设这样子, 我取这样子, 我说你这样看的, 你就看不到红色吗, 你还是可以看到一个啊, 你看我的手, 如果我这样子, 我把旁边来, 我用这样子看的时候, 我还是可以看到红色啊, 所以它不一定要这样子显现出来, 可是, 刚刚讲的, 我们说, 花色的某一个部分, 它是什么显, 它是由显现花色嘛, 显现出花色的时候呢, 它就把这个里面的所有的指纹, 也一一一一一一跟着显现了嘛, 它不会说, 我独立独立的分开, 分开去显现嘛, 在演示它没有这个功能呢, 我们是不是上次跟大家略略的介绍了, 是说, 为什么呢, 我说像比如说, 桌子跟桌子的脚, 在演示上显现呢, 是它混在一起显现出来的, 那你说它有没有显现出, 瓶子啊, 或者桌子跟桌子的脚, 也有显现啊, 可是它是把它整个, 合在一起而已去显现出来的嘛, 它没有办法这样分别心, 因为它刚刚是什么是, 好像说像分别心的一样, 分别心是什么是把这个独立的抽出来, 就是这一个东西, 这个东西跟这样子分开来抽出的, 你说在分别心上面的时候呢, 它会不会就是显现出什么, 像刚刚说红绿花, 它就没有, 它就只能显现出花这件事情嘛, 它没有一一一独立, 因为分别心是把它取名分出的, 就像我上, 我举的什么例子来讲是, 大家把我的身上来讲, 我的所有的特征, 你们一看过来的时候呢, 不管你知道我叫什么来讲, 你不知道我讲什么的时候呢, 你的眼识是不是把它, 如胜, 如胜是人, 如胜是男生, 如胜是台湾的, 如胜是僧人, 如胜是比丘, 如胜是格西, 全部在你的眼识上面来讲的话呢, 去看过去的话呢, 等于全部都看到了, 它是混在一起的东西, 而去看见这件事情, 不一定要认知, 它认知的就只是如胜这个东西呢, 它在他眼睛当中是, 显示出来的什么, 是这一切都显示出来的, 可是分别心就没办法了, 分别心它就是独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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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, 分别心是怎么显现呢, 是我想到说, 这个东西叫如胜嘛, 如胜这个东西是什么, 我是概念显现出来的, 如胜这个东西是叫格西, 这个就想这样, 可是这个东西的思维的部分呢, 又没有思维到它是法师嘛, 它思维它是法师的这一块呢, 也没有思维它是人嘛, 思维它是人的这一块呢, 也不会思维它叫男生嘛, 它是一一透过它概念而把它分切割的嘛, 所以这个整体的显现, 比如说桌子是个整体的显现, 花色整个显现, 所以它这个是我的显现镜, 不是, 你对什么的显现镜, 因为你说对它的整体的显现, 你是说对谁在显现, 对什么来显现, 因为那是不一样, 分别心看到的跟非分别心看到的就是不一样, 不是, 我说非分别心看到这个花色嘛, 在我这边的显现, 所以我要说你要用什么工具来看到这样子, 所以当这样子的显示看到的时候, 它就是我的显现镜, 也是我的趋入镜嘛, 你说永远吗, 还是你刚刚那个例子, 刚刚那个例子, 刚刚的那个例子还讲到, 花色也是它的趋入镜, 也是它的显现镜, 也是它的所远远, 但你不能说所有, 因为我刚刚就是, 因为会有人说是它的吗, 或者是这样, 我就不知道这个它是什么, 因为这不是所有的状况都是这样子, 就是如果以刚刚的这种非分别心的, 比如说我举一个说, 一个正确的非分别心的心事来讲的话呢, 它的那个趋入镜, 也就是它的显现镜, 也就是它的所远远, 离开教室以后, 我想到这个, 那当然是回忆了, 那就是我的单着心去看, 那就是回忆嘛, 我说简单来讲就是分别心, 这就是在前面讲的说什么呢, 是由现前事所引申出来的分别心的再觉知嘛, 大家如果可以回去看一下嘛, 再觉知, 再觉知这边是不是有这个例子, 它说再觉知可以有两种方法生出来吗, 它这边, 它是不是说, 分类, 我这边来讲的话呢, 是在讲再觉知的时候, 它是不是说, 又分为四种是现前事的再觉知吗, 之后它说什么呢, 分别再觉知, 分类又分为两种, 由现前事所引申出来的分别再觉知, 跟由比度所引申出来的分别再觉知吗, 所以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什么, 是由现前事所引申出来的分别再觉知吗, 是回忆嘛, 对不对, 我回忆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我的单着呢, 我的单着值, 单着记呢, 所有的回忆一定是分别心嘛, 那这为什么呢, 我再举, 大家都学过了, 大家回去看哦, 这边来讲为什么是这个呢, 因为大家我们在介绍现前事的时候呢, 是不是介绍到说, 正现前事, 跟违现前事, 它在违现前事是不是分了说有七种嘛, 有六种是什么, 是分别的违现前事, 跟有一个是所谓的叫说颠倒的嘛, 或者说应该说是违分别的非分别心的嘛, 非分别心的违现前事嘛, 它在这六个分别心的违现前事里面的是什么, 违现前的六个分别心里面呢, 它是不是就举了分类是什么是, 其中一个是回忆嘛, 所以所有的回忆, 所有的未来的希望啊, 哦, 我明天要去说什么, 我明天啊, 比如说我明天要去吃臭豆腐, 哦, 这都是分别心啦, 没有所谓的现前事啦, 我说哦, 我明天要想要什么, 这个都是只能有一个分别, 在自己的, 我们就说, 哎, 这你梦想嘛, 你梦, 你这样子来讲的话呢, 这都是所谓的什么, 就是一个分别心嘛, 所以大家, 就是说, 这个对自己学, 我说真的很多的问题是, 我们真的, 就是我说, 应该是大家, 我们已经都, 学, 有学过了, 只是我们还不会归类而已, 是不是, 我说我们前面的, 大家还应该记得嘛, 我们在, 是不是分出说, 现前事的这个地方, 我们不是分出了说, 前面他是不是讲说, 极量论要讲说, 错乱, 世俗之, 比语比度深, 意念及希求嘛, 就是意念这个东西了嘛, 有这个任何的, 可以是, 或者我们这样讲, 他不是因为, 尽的缘故而去, 生起这个, 他有这个自主的, 去, 好像我, 我从我这一方刻意的去, 了知, 或我从这一方去什么呢, 那最好的就是, 只是一个分别心嘛, 就只能一算是一种, 是我用判断啊, 或抉择出来的分别心嘛, 他没有办法说, 呃, 现前事是什么, 就是, 为什么现前事会生起, 就是, 那个原具足之下, 他自然就会生起, 他没有这个我, 我是刻意的使他, 去, 呃, 好像从我这一方去, 思维他而让他生起的, 嗯, 好, 那我们这样子的话呢, 我们, 上次, 略略介绍的就是什么, 我们介绍到这个, 量的这个地方了, 和量呢, 我们分出了就是说, 我们介绍的是什么, 就是, 从, 限量, 跟比量了, 那我们这次, 准备要介绍的是什么的话呢, 我们准备要, 跟大家介绍有一较, 自定量, 跟一个他定量这件事情了, 那有些人有可能, 有听过的, 还有些人如果, 再来适量论的话, 应该有听过了, 可是如果, 还没有机会的话呢, 那今天等于是说, 跟大家介绍了, 就是第二种量的一种分类, 而, 在量的分类当中呢, 我们可以分出什么, 我们叫说, 分出, 自定量, 跟他定量, 我们, 我先把它念完, 我再跟大家介绍, 就是说, 量的另一种分类呢, 也是有两种的, 一个叫自定量, 以及他定量了, 而, 自定量的定义是什么呢, 就是说, 透过自立, 而与, 若自知所量的究竟本质, 不存在于, 对境上呢, 则自不产生, 能引申, 确定得知, 新的, 不受其狂的心事呢, 就是自定量的定义, 而, 以上的一样哦, 就是说, 若自知所量的究竟本质, 不存在于, 对境上, 则自不产生, 不能引申出, 决定的, 而, 是, 透过, 而必须依赖, 后来, 产生的明言量, 而去了知的, 新的, 不期狂的明了呢, 我们叫, 他定量了, 好, 我先把它分类啊, 什么, 先念一遍, 我们再慢慢解释, 这是什么意思, 就是说, 他的, 第一个, 如果分出来的话, 我们可以分为五种, 有叫, 窜息外境的根线前量, 显现有作用之根线前量, 自证限量, 鱼切限量, 笔量, 和, 例子有什么呢, 儿子心绪, 中, 持有父亲, 形象之根线前, 或根线前, 这是第一个, 火有烹煮, 燃烧之作用的, 持火之根线量, 那, 经验到量的自证限量, 直接证悟, 普特学罗无我的, 圣者智慧, 跟声音是, 了解声音是无常的比量, 第五, 而这也正是, 量理保障论你说, 二进事及二自证, 与诸比量, 由自定, 那这边来讲的话呢, 的意思, 这边我们所说的是什么, 它有一个东西叫自定量, 跟他定量了, 那自定量的意思是说什么的话呢, 就是说, 他对于他的所证, 一个量一定有他的所了解的, 是不是, 所以他一定有他的所量, 或他的所证, 而这个所量的, 究竟的本质呢, 他已经检测到, 他所观察的范围, 他自己本身有办法了知的, 就像说什么, 我举一个什么例子来讲, 比如说, 大家在检测我的话呢, 我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呢, 大家检测我的这个的量, 或这个的比度来讲, 或者说, 这个现前事来讲的话呢, 如果, 或者我们不要用, 因为我用我的这个例子来讲, 有可能会比较复杂, 我说, 检测我是, 生人的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呢, 大家有没有了知, 我是生人的这一个的心事, 不管是用, 现前分来讲解也好, 或用比量来讲也好, 有可能他是说, 为什么, 如果比量来讲的话, 他说什么, 比如说, 以他为例, 他是生人, 因为他有受了比丘戒而还没有退转的吗, 有可能如果这样子了解的话呢, 这是你可以推出我是一个生人的一个比量吗, 或者你不一定, 你直接看到, 你直接跟我接触之后而了解我这个生人, 总之, 我们那两个的量是在什么, 是在简则说, 如圣法师是生人这个东西吗, 而, 是不是, 如圣法师生人就是我这个心事的, 究竟的, 所要了解的吗, 因为他的简则的范围, 就是如此嘛, 他的简则的范围就在于说, 如圣法师是生人这件事情啊, 还是这个的关系来讲的话呢, 也是说假设我, 这代表说什么是, 如圣法师是生人这件事情呢, 要存在于那个境上吗, 我是生人这件事情呢, 要存在于如圣上面吗, 如果我是生人这件事情, 不存在于如圣上面来, 你检则如圣是否是生人, 一点用处都没有了吗, 你也不会获得任何果嘛, 所以他这边意思就是说, 假设, 这个究竟如圣法师是生人这件事情呢, 这个生人这件事情呢, 如果不存在于这个境上面呢, 如果不存在于如圣上面来讲的话呢, 如圣也不会产生嘛, 如圣也不会有的嘛, 如圣法师也不会有的, 必须这两个是, 有在一起的, 而如圣法师是生人这件事情呢, 是有什么, 是由前面这个量, 他引申出来的, 这个他就有能力再引申出, 后面, 对对对, 如圣法师就是生人的这件事情, 来讲的时候呢, 这些能力他都具备, 所以他后者生起的说, 这样子一个新的, 不期款的心事呢, 我们就要说叫, 自定量了, 他自己已经了知了, 这边的所有的特征, 或者他的这种范围, 要去检测的, 所以我们讲说什么, 你看嘛, 我们把它套回去, 大家如果知道这个例子的话, 可以套回去说, 透过自己的力量, 透过自己的力量是说什么, 他引申出了, 去了知那个究竟的所量, 他是透由自力而能引申出这个, 是什么的话呢, 比如说, 我举刚刚的例子, 我说你看我们, 如果大家跟我很熟悉的, 或者像我前几天才, 还有一个例子是说, 大家有看到我在骑脚踏车过去, 他有个人, 他就坐在咖啡店, 看过去说, 我看到了, 他就打电话给我说, 我刚刚看到你了, 我说你这么厉害, 你怎么看到我, 他说在台北市, 看一个上戏升幅的, 会骑脚踏车, 大概只有你了, 所以我就是, 他就这样一看, 他就了解了, 这是什么呢, 这是串息外境之根线前吗, 因为他对我的串息太熟悉了, 我这样一过去, 虽然很快速, 他就说, 我了解了, 可是他简直的那个镜就是我, 他了解那个我是那个僧人, 这个镜是要本身在这个镜上要存在, 所以刚刚他前面那个量, 有没有了解到我是僧人, 他了解了吗, 虽然是很快, 可能别的人看过就是, 一整块红色这样子, 这样子骑过去, 可是他就是看到说, 而且我清清楚楚的看到, 是如圣法是那个葬系的僧人, 在我的这样的眼睛走过去了, 实际上是不是说, 如果那个僧人没有在这个葬系上面存在的话呢, 我们没有办法, 那个掩饰是没有办法了解到说, 那就是, 那个如圣法那一块是, 那个如圣法是那个僧人吗, 他没有办法了解, 他是不是因为有那个掩饰之后呢, 他马上今天回来之后, 就说, 对啊, 我今天在某某地方看到你啊, 他有, 透过那个掩饰, 他有办法自己引申出来说, 对啊, 我看过那一个, 这件事情嘛, 他引申出了那个决定嘛, 那是分别, 他有自己的能力, 如果前者的量没有办法升起, 我就说, 我今天只看到一个好像, 某某僧人, 我觉会我看到有一团红, 在我面前过去, 他没有办法, 自己引申出决定说, 我看到的就是, 如正法师你这样子哦, 对不对, 因为他没有办法引申出这个决定, 所以可以代表说, 他之前, 那个掩饰升起来是什么呢, 那是一个叫自定量了嘛, 他把那个究竟的事情已经了解了, 对不对, 他已经究竟的这个境, 他退由这个东西的掩饰, 他就有办法自己的判断出来, 或者自己去了知了, 可是不是所有的量都有这样子啊, 我举一个别的什么量呢, 是不是比如说, 跟我不熟的, 刚刚举的那个例子, 可能不熟他就看过说什么, 有一团红, 这样过去他眼睛, 他只震到什么, 他震得了是说那一团红嘛, 可是他不知道那个是什么, 他就说那到底是儒圣法师呢, 还是不是儒圣法师呢, 不了解, 而那时候看到这个, 实际上是我, 可是他分别心上面, 或者内心同一个时间, 怀疑说那到底是儒圣法师, 不是儒圣法师, 那时候的眼睛所看到这一团红的呢, 我们叫什么, 这叫只是一个他定量而已, 那叫他定量了, 因为他有没有了知一个东西, 他要了知, 这个眼是有了知了, 可是这个眼是了知到什么呢, 他就了知到那个, 实际上是儒圣法师呢, 他就了解是那一块红啊, 或那一块的这一整个这样子, 可是他没有办法自己引申出决定, 他自己没有办法说, 哦,对啊, 我之前看到的就是儒圣法师, 当然这又跟显而未定式很类似, 可是不是显而未定式, 我们之后会一一跟大家解释, 可是大家用例子来讲, 再回想去这个定义的话, 有可能比较容易去了解, 这边是不是讲说了自己的所缘的究竟本质吗, 自己的所缘的究竟本质是什么呢, 可是你看, 我们说, 我刚刚用掩饰来检则儒圣法师是否是僧人的, 这个掩饰呢, 或原则这个东西呢, 那我反问大家如果这样来讲的话, 会不会说儒圣法师是无偿啊, 儒圣法师是所致啊, 而这个都是他的掩饰究竟的所证呢, 我们就说不是嘛, 为什么, 因为那个掩饰, 虽然有看到儒圣法师, 有看到儒圣法师是僧人, 也虽然看到儒圣法师是无偿, 但那个不是他的在检测这件事情嘛, 他虽然是显现出这样子, 那个掩饰没有在简则说我是否是无偿啊, 他的简则就是说, 我看到这个东西是否是这样子了, 就像我说, 或者我说, 有些人会说, 那如果所有的比度都是一个自定量的话呢, 比如说我简则声音是无偿的这个比度, 他的究竟的所了知应该是他本身是无我嘛, 比他是无偿更究竟啊, 他这个东西是无我呢, 为什么不会说声音是无我这件事情, 便是了知声音的比度的究竟的所缘呢, 对不对, 因为是什么呢,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, 因为那个比度根本没有在简则, 声音是无我, 还是不是无我嘛, 这边所说的他的究竟的所量也好, 他的究竟的所了知是要在这个心事的简则的范围当中, 他的在简则与否, 如果他在这个东西是所谓他的简则的空间的话呢, 这就是了, 可是他不是在他的简则的范围的嘛, 所以呢, 这边来讲说, 同样这要是什么的话呢, 就是假设这个究竟的所量, 究竟的所缘, 不存在于静上面来讲的话呢, 自己也不会产生嘛, 自己也不会有, 是不是你看, 假设刚刚说, 我们的, 在简则与我说, 如圣法师是僧人这件事情, 假设僧人不存在于如圣法师上面的话呢, 如圣法师也不会有嘛, 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关系嘛, 没有说好像, 我的意思是说, 如圣法师跟如圣法师是僧人这一块, 他不能各个切开嘛, 因为为什么要理解, 因为当然我们可以分出僧人跟如圣法师, 因为有很多不是如圣法师的僧人嘛, 我们这边太多了, 但是如圣法师跟如圣法师是僧人这一块呢, 我们分不开嘛, 它是合在一起的, 如圣法师要存在的话呢, 这个僧人也要跟着有嘛, 如圣法师有的话, 如圣法师僧人也一定要有, 所以在这边讲说说, 若自知所量的究竟本质, 不存在于对境上, 就是自己的究竟的所量, 就是这个现前事嘛, 或者有一个心事, 他的所缘的这个境呢, 就是他的所量了, 他的这个究竟本质, 若不存在于境上面呢, 这个境上都不会产生了, 不会有了, 而这个究竟本质呢, 是什么呢, 是由刚刚以上的那个量, 他自己就可以引申, 由他的力量而引申出来的, 他可以去引申出的决定, 这是以上的他的条件, 他是他的特征, 他自己是什么呢, 是一个新的不弃狂的形式, 这叫一个制定量, 就像我们刚刚举的, 简则我们是什么, 我们用简则如圣法师是生人的, 从这个演示来讲的话呢, 如圣法师是生人这件事情, 是不是说, 在如圣法师上面, 我们简则如圣法师是生人, 这个演示来讲的话, 就等于是他的究竟的所量了嘛, 因为他简则的范围就是说, 我要简则如圣法师是生人与否, 他的简则范围, 和这个之后呢, 我不用透有别的心事, 我扣刚刚以上那个演示呢, 我就有能引申出, 对啊, 那刚刚就是如圣法师了, 那个就是如圣法师也是生人的那一块, 我有办法引申出来了吗, 所以这也可以代表说, 前面那个的量呢, 让我引申出, 对,刚刚那就是如圣法师的, 那个决定呢, 前面那个东西也是个量啦, 因为他也已经了解到了, 那个镜的究竟本质了, 这就所谓的叫自定量啦, 看他的例子来讲的话呢, 我们可以分出什么几个状况, 分出了就是说, 串习外境的根线量, 串习外境的根线量就是我刚刚举的, 我是不是说, 因为我跟我很熟的那个人, 看我很快速的这样走过去, 或者有可能说, 我从很远的远方, 很吵张, 和我说的声音, 他说, 对啊, 明明那就是女的声音了, 因为为什么呢, 因为他对我们之前的串习, 太熟悉的缘故, 只要说, 从千里之外也好, 或很远的地方来讲, 看到那种蛛丝马迹啊, 或什么, 就只有确定说, 就是这个人了, 我们讲说, 我上次跟大家解释这个, 就说, 好像我说, 我当然认识你啊, 那什么, 你以为你可以躲得了啊, 或什么呢, 我说, 当然, 我这么熟悉的时候, 你只要给我看到, 或者是像我说什么, 你还说, 你背对的我, 你怎么认得出我啊, 什么, 当然, 不用问啊, 那我说, 你以为你躲得了啊, 我当然认识到你啊, 是不是, 就代表这个过程就是这样子, 前面的是说什么, 虽然是, 你背对着我, 我的眼视这样看过去的时候呢, 我就已经决定, 我已经, 那个眼视就判断说, 哦, 那个形状, 我看到的那个男生也好, 女生也好, 的形状呢, 就是, 就是, 呃, 这个形状, 就是这个形状, 就我可以有判断嘛, 这是, 虽然是眼视, 眼视不会说, 就这个就是这个, 可是他已经在, 观察的范围的时候呢, 他已经, 有了知了嘛, 他有了知说, 这个, 刚刚那个形状, 就是, 某某人的形状了, 之后的话, 他又说, 啊, 对啊, 我刚刚看到你了, 啊, 我就又, 引申出了一个决定嘛, 引申出, 啊, 对, 我刚刚看到你的, 为什么会引申出这个决定呢, 是之前的那个, 眼视了嘛, 那个眼视已经把它判断出来了, 所以可以代表说, 刚刚之前的那个眼视, 是什么, 是一个, 自定量, 他已经了解他的, 究竟的氛围了嘛, 好, 所以, 其中一种状况是什么, 是所谓的串习外境的更限量了, 另外一种是说什么呢, 是显现作用的更限量, 显现作用的更限量是说什么呢, 它, 我们去了解火啊, 不是只是说, 啊, 了解它是什么, 而是了解真实它的作用嘛, 所谓的火是什么, 哦, 火是热血烧啊, 或所谓的水是什么呢, 是那种湿润的东西嘛, 所谓的风是什么呢, 不管是我们这种风也好, 自然风也好, 呃, 不自然的风也好, 就是那种轻飘会流动的, 土地是什么, 土是什么, 那种坚硬的那种的本质来讲的话呢, 我们都由这样子而去了之了嘛, 这个也要在这个镜上面存在, 它可以说, 我去了之它的作用嘛, 这也是一种自定量的, 另外一种自定量是什么, 是所谓的, 这边来讲说, 呃, 了之量的, 或者感受到量的那个自正分嘛, 是因为那个自正分, 它的观察的范围就是, 它所源这个心事啊, 它可以去了之, 证得到它的话呢, 它就了之它的究竟的, 究竟的了之, 或究竟的所量就已经了解了, 而第四个是什么呢, 就是说, 了解或者证得普特切罗无我的, 应该说, 应该说, 呃, 圣者之志, 或者说圣志, 或者我们这边来讲的话, 它是, 它翻成圣志, 就是我们说, 一般是说, 呃, 因为这边来讲, 在藏文的话, 呃, 它说, 因为我不太, 因为这个它翻成圣志的时候, 好像是一定要代表说, 呃, 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呢, 它是说好像, 呃, 因为圣志本身来讲的话呢, 不一定是限量, 我说实话来讲, 我们在在藏文的时候, 圣志不一定是限量, 可是这边来讲的意思是说什么的话呢, 是代表说是一个限量的心事, 一定要, 因为它是说, 这个分类是, 余邪, 呃, 余邪限量的分类嘛, 余邪限量的分类, 他余邪限量的分类来讲的话呢, 它是说这个, 这个志, 有一个, 藏文的有一个专有名词啦, 这个字是什么的, 是说, 呃, 应该说, 宪政普特学罗无我的智慧啦, 或者宪政普特学罗无我的这个, 呃, 这个智慧来讲的话呢, 这个是除了圣者, 他是说直接啦, 我们这边来讲不是直接的意思, 这是说宪政啦, 宪政普特学罗无我的这个智慧呢, 我有圣者才会有了, 但这个是什么, 他已经把他所有的要观察的, 要简直的全部他都了解的缘故呢, 他来讲了, 而第五个是说什么, 就是所有的比量, 或所有的比度呢, 一定是一个制定量, 因为为什么呢, 他已经了解或者证得了他所要观察的这一切了, 呃, 和元朝的国师嘛, 那种他元朝的国师那种, 他的蒙古字是他创的, 他现在如果我们现在看到那种蒙文, 蒙文的话呢, 蒙文有两种, 他们有一个叫新蒙文跟一个旧蒙文, 他如果我们现在像去故宫啊, 或看到旧文典的那个蒙文, 那就是旧蒙文, 旧蒙文那个是谁, 那是八十八大师去蒙古而去做, 现在他们现在用的是那个的演变, 或者来讲的话, 那八十八的, 我们一般讲说撒迦五祖里面的八十八啊, 跟等这个的呢, 呃, 如果我历史没记错, 好像他的舅舅, 就是撒迦班子达, 他的老师啊, 不管他们他们也有血缘关系, 他的舅舅呢, 就是所谓的撒迦班子达, 撒迦班子达有对量学啊, 对英明学有特别的, 在西藏他自己写了很多经典, 而在这边来讲的话呢, 有那时候撒迦班就说, 你们是随便引用我们的, 我们的, 的句子, 是你自己改变的, 因为来讲, 我也有去查过, 这边来讲的话, 看了所有经典都没有这个, 他没有说, 呃, 二进士及二治正, 与诸比量尤治定, 他也是说什么呢, 他说, 呃, 二进士及治正, 呃, 治正量, 与诸比量尤治定, 这样子, 他没有二, 二的这个字啦, 他没有二, 他这个, 他就说, 所以那些, 呃, 撒迦班的, 的, 现在人就说, 哎, 你们这是, 你们格鲁派的人, 乱用我们的经书啊, 那样子, 说, 不是, 这样子, 写的, 因为有一派的人, 我在解释这个时候, 二进士的意思说什么的话, 说, 这是, 了知, 外境的东西嘛, 他说, 了知外境的是什么, 一个是说, 因为对外境的意, 串习的缘故而去, 了知, 了知嘛, 就刚刚所串习力的, 一个是说什么是, 透有了知外境的, 它的作用, 而去了知外境, 这两个呢, 这种的了知呢, 一定是一种, 自正量的, 或者自定量的, 而, 自正分呢, 它也是一定是一个, 自定量的, 可是以他的观点来讲的话呢, 他所认为的, 他说不要说, 是余切限量, 纵使是所谓的, 一切种子来讲的话, 都可能是有他定量的, 我举一个什么, 他们认为说, 他定量的意思是什么呢, 在余切限量, 他说, 你看, 为什么可以说, 有一些他定量呢, 因为, 佛陀, 也会去了解说, 例如说, 我, 显现大家是, 比如说, 我对大家有起称心的时候, 或我对大家起贪心的时候, 我在称心的时候, 我对大家的显现, 或我起称心的时候, 我对大家起的显现呢, 这是佛也可以去了解, 可是这个佛了解呢, 是他定量的, 不是自定量的, 为什么是他定量呢, 因为, 佛会去了解这个东西呢, 是因为, 他人有这样的显现, 才会有这个的了知吗, 是, 因为佛不可能有一种, 自己, 他不会自主有对, 贪着的显现吗, 他自己不会对, 称心的显现啊, 但是你不能说, 他没有了解这个啊, 或者, 我用一个我们比较, 生活上的例子来讲说, 比如说, 你看, 好像我们跟我们的师长啊, 或者来讲说, 你好像知道, 我在想什么一样, 或者, 你知道, 你怎么知道, 我这个错误的经验, 是这样子这样子呢, 不代表说, 这个师长啊, 或者这个善知识, 他一定有这个错误, 他自己有这个经验呢, 可是呢, 是因为, 将要发生什么事情, 他已经可以知道了吗, 他已经知道, 这个是, 可是这是什么呢, 是用他人的, 发生过这种错误的经验, 所以, 由我去知道, 不是我自己, 不一定是我自己, 发生, 或者我们讲说这种, 像经书不是说, 或者说我们说, 我从来没有被蛇咬过, 可是我可以说, 你不要, 你不要去碰那个蛇啊, 因为你会, 你会这样子啊, 以他们的说法的话呢, 这边在以撒迦班子达的说法来讲, 这叫一个他定量嘛, 为什么叫他定量呢, 因为这不是我, 从我自己, 我这边而去了解的, 是必须要偷游他人的显现, 他人的经验呢, 才有办法了解, 所以这叫他定量了吗, 不是由我自己而去判断出来, 按最明显的经书的例子, 就是我们一般举说, 你看那种, 我值的显现, 贪着的显现, 称心的显现, 是不是, 佛啊, 或者就是说, 比如说像我的话, 或者说别人来讲, 或者, 或者这样讲的说, 像你看我, 我说我根本, 我对包包啊, 或什么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, 可是可以说得出, 哦, 如果你对包包有喜爱的话呢, 你的显现会这样, 一一一一一这样子, 这个人来讲的话呢, 我会有这个显现, 不是, 我可以描述出这个显现, 不是因为我自己的, 而因为是说他人的, 有这样子的, 一一疯狂的行为, 或者疯狂的显现呢, 我可以去了解, 所以这叫什么, 他们说这叫, 这种的了解的叫他定量了, 所以不是所有的余切限量, 不是所有的, 不要说余切限量, 连余切限量, 最究竟的一切种制呢, 都不一定是制定, 这是撒迦派的他们那么认为, 可是我们为什么认为说, 他叫制定呢, 因为为什么这个余切限量, 或者说这种我们叫制定的缘故呢, 是说他是透过自己的缘故而去了之的, 他不需要, 不管这个禁是什么, 他不是因为别的因素, 他跟人家告诉我们不一样, 余切限量都是什么呢, 都是透过自己不断的羞耻啊, 不断的羞耻, 不断的这个禁, 去慢慢慢慢修, 慢慢修, 慢慢修, 越来越清楚, 越来越清楚, 到究竟的清楚的时候呢, 他了解的这个时候, 这个限量升起呢, 他不是依靠着别人的给你的经验, 他不是靠别的因素, 或者人家告知的这个, 是自己去判断的, 他不需要透过, 所以只要制定了, 或者也是要他说, 为什么这样说, 二种制政啊, 我们这边的二种制政的意思, 第一个当然是叫制政分, 他就自己了解自己, 可是呢, 你说所有的一切限量, 一定是自己了解自己的吗, 不是这个意思的, 这边的制政呢, 就不是说, 自己了解自己, 而是说, 我们是不是, 下次我找一个出来, 这个叫, 在了不了一项说照顾论里面, 他要引用一句的, 我们叫解胜秘经里面的, 解胜秘经有一段时讲说, 应该说这样子, 说在根本定这件事情, 我们叫取名为制政, 取名为制政, 可是他不是实际的制政, 或者, 我们在念新经, 在藏文念新经的时候呢, 会念一个祭颂, 前面会念完有一个音乐的时候, 他们说是罗和罗讲的祭颂, 我忘记中文有个方法, 我们说, 他说我把它略略地翻给大家说, 他说, 他说, 说宣说, 思意念, 跟讲述的, 都超乎这三者的, 就是我们中文法说, 不可说, 不可思, 不可想, 我们是不是在金刚经啊, 或者很多的波尔经里面, 有讲到这几个词, 就是说不可宣说, 不可意念, 不可诠释的波尔波罗蜜, 不会遮止, 不会生气, 如同虚空般的本质, 是个别个别自证的静呢, 这个三十一切诸佛的佛母, 我向你礼经, 这是我们在罗和罗尔尊者有说出一个, 在礼经波尔经的, 或者波罗蜜的这边, 这第三句的就是说, 个别个别的自证呢, 这边个别个别的自证, 就不是在代表说我们自证分了, 个别个别的自证是什么呢, 就是说最圆满, 可以了解到波尔波罗蜜的意思是什么, 就是有根本定的, 我们是不是在介绍说以前的那种圣异地呢, 圣异地的最究竟的了解是什么, 是有一个了解究竟意的这个现前事呢, 除了究竟意之外, 他什么都也看不到了, 他就是这样子的方法而去, 了知呢, 这边在讲说自证, 他就是专属专攻了,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, 这两个叫说二进士及二自证呢, 第二个自证在指什么, 就在指余邪限量啦, 余邪限量, 而与诸笔量由自定, 这也是说笔度, 或者所有的笔量, 笔度跟笔量呢, 应该是说, 所有的笔量呢, 一定是自定量, 所有的笔度呢, 一定是自定的啦, 他为什么呢, 就是我们说所有的笔度是不是, 不管这种推理而了知的这一切是什么呢, 他是不是就已经, 他所简直的范围呢, 他就一定会去了解了嘛, 笔度就是说他了解了自己所了解的范围, 比如说我们举的什么说, 他方为例有火, 因为有烟, 他由这样子的正因而生起的, 了知了他方是有火的这个笔量来讲的话呢, 他的简直范围是不是就说, 他方是有火而已, 他没有再简直说他方是否, 那个火是否是无常啊, 他方的火是不是, 是不是大的啊, 小的啊, 热的啊, 还是谁生啊, 都没有这样子, 他所简直的究竟是不是就是说, 他方是有火了, 他就是在指说这个简直这个, 所以所有的笔量, 所有的笔度, 是不是都一定是对他自己的所简直的东西一定了知了, 他不用再偷他人而去了解, 所以他为什么讲说他一定是一个自定量呢, 好, 而第二个的分类, 我们就讲的时候要准备要讲到说他定量了, 那他定量这边来分的话呢, 他说的分类是说什么, 他说透由语值上去分出来的话呢, 这是不是我们在以前在色类学也讲了说, 有跟大家略略介绍说, 在语值上或在声音上分的代表说什么, 就是说其中一个不是, 我们取名他叫他定量, 他实际不是他定量的, 我们上次是不是也跟大家举一些例子, 例如说我们上来说像肉啊, 我说肉可以分为说像假设说认为说有分为海鲜, 那就是说鱼肉, 鸡肉, 猪肉, 牛肉, 假设是这样的分类, 就是这样子而已呢, 可是我可以说肉在声音上可以分出什么呢, 以上四个, 再加上什么, 素肉, 不是, 这是我的, 这个他自己乱教的, 这个来讲的话, 加上所谓的素肉, 应该是说素肉呢, 一定不是肉嘛, 可是因为某一些因素, 某一些原因, 他取名他为叫, 他跟肉非常相似, 所以我取名他为肉了嘛, 好, 所以同样呢, 他定量这边来讲的话呢, 我们会有, 在声音上来分的话呢, 会分出三个, 实际上来讲的话, 他定量就只有两种的, 这什么的话呢, 他说, 第一个是, 由自己决定显现, 而由其他去决定实际的, 他定量, 由自己决定种, 由他人决定别的, 这样子一个他定量, 跟第三个是说, 连显现, 也是由他人去决定的, 第一个是说, 显现是由自己决定的, 而实际是由他人决定吗, 第三个是, 实际跟显现, 二者都是由他人决定的, 实际跟显现, 那我们讲他的例子是说什么呢, 他这边就是说, 他有三, 就以上的三个例子说, 实际是火的颜色, 但分别上怀疑, 是否是火的颜色的时候呢, 只取红色的, 或红通通的这样子, 这根线前事呢, 就是第一个了, 第二个说什么呢, 他实际上是, 他这边来讲, 他说是, 沉香树, 他不是, 实际上是, 薄树, 那分别心怀疑是否是, 薄树的时候呢, 而去指齿, 树的这根线前事呢, 是第二者了, 那第三者是说什么, 会引申出, 我看到青色与否的, 这个怀疑之前的, 取得, 只取, 青色的, 根线前事呢, 这是说什么呢, 这叫说第三者了, 而前二者是真正的, 后者是仅仅假名而安利的, 那我们先举这个前面的例子说, 我快速地解释完的话, 说显现跟真实的意思说什么, 事实上, 我们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来讲的话呢, 说, 就是我们在眼识上所显现的, 眼识上所显现的意思说, 实际上它是火的颜色, 但在同一个时间呢, 我会内心上怀疑说, 或者我举这个例子来讲, 或说我是说, 我们假设是这样子, 我们说我们是多年, 或者我在分别心理上就认为说, 应该这样讲了, 像比如说我会说, 我不可能在这个地方看到我印度的朋友, 我会在印度里, 可是我从很远的远方, 我眼是看过去, 我说, 那个, 好像就是那个人哦, 可是我在同一个时间分别心说, 怎么可能在同一个时间, 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呢, 我的眼是不是有认识一个东西, 我那个眼是有认识一个东西吗, 他是什么认识了一个形状吗, 他就认识一个形状, 他在这个当下的话呢, 是不是说实际上, 实际上假设是我认识的那个印度的朋友的那个形状, 可是在同一个时间我分别心思, 怎么可能他在这个地方, 在看到他这个人的形状的时候呢, 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个眼是的, 看到那个形状的眼是, 因为它是一个量啊, 它有了知嘛, 它有了知, 那个呢, 我们叫什么, 叫他定量了, 为什么呢, 因为是不是说, 显现是自己了解的, 可是他的真实呢, 显现是我自己了解的, 真实是要他人去帮我决定嘛, 因为我显现出什么是, 我显现出来的那个形状啊, 我自己, 我明明了解了嘛, 就是比如说高的, 瘦的, 矮的, 胖的, 那个形状呢, 我自己已经了解了, 可是我刚刚简直那个形状是, 某某人的形状, 或者某某人的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呢, 我必须要透有另外一个量, 或者不是这个量以外说, 对啊, 那就是张三的形状, 这个眼是是没有办法去了解了, 所以这个眼是呢, 我们叫他定量, 叫什么样的他定量是, 他是显现是自己了解了, 但真实是要透有他人去了解的, 他定量了, 而第二个是说什么, 我一般就举我们这个最好的例子, 就是说, 某个因素他说, 哦, 我看到我们从这个窗户看, 外面就是菩提树了, 可是很多人说, 哦, 那是不是菩提树啊, 那样子, 或者常常问我说, 反正那是菩提树呢, 这代表说, 你在看过去的时候呢, 你升起一个他定量了, 因为为什么呢, 因为总的你已经了解了, 你了解了树, 树这件事情你了解了, 但在同一个时间你看过去呢, 实际上是不是已经也看到了, 或者也在简直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菩提树, 可是你又有怀疑, 那到底是不是菩提树呢, 那个时候了知树的那个限量呢, 我们叫什么, 我们这也叫他定量了, 那什么呢, 他定量呢, 是总的, 因为它总的方向, 树的了解了, 可是菩提树这个东西我们没有了解, 所以是总的自己了解, 别的是他人了解了, 所以这两个是真实的嘛, 第三个是说什么呢, 会引申出一个怀疑的, 引申出一个怀疑的这个他定量, 取名为他定量, 说什么呢, 我像我刚刚讲的, 我快速的骑过去的时候呢, 什么都没有正德, 什么都没有了解, 他只是看到一团这样的过去的时候呢, 这个是什么呢, 这叫做什么, 这是完全不是他定量的, 因为什么呢, 因为他引申不出来任何的决定啊, 他什么决定都没有办法了解, 或者说什么的话, 等于说好像, 你这样在我眼前晃过去, 我根本没有判决说, 我看到什么东西, 我都不知道啊, 我只是说, 眼前这样晃过去的时候呢, 这个会引申出, 好像看到一个什么东西, 或者我有看到吗, 这个之前, 这个眼是呢, 这个显而未定是嘛, 这是一个, 我们那个是叫一个显而未定是, 他看是看到呢, 他什么都没有了解的这个眼是呢, 我们也叫他一个叫他定量呢, 可是他叫取名为他定量, 为什么取名为他定量呢, 因为是他是由他人才去决定出, 我刚刚看到的是否是这件事情嘛, 所以他取名为叫他定量, 实际上是不是他定量, 所以这个叫说, 显现跟真实都是由他人而决定的, 显现而跟真实都是由他人决定的这个, 显示呢, 我们叫什么呢, 它叫它是一个显而未定是, 它不是一个他定量, 它是, 因为它不是量嘛, 它是一个显而未定是嘛, 可是我们下个阶段还会再, 在比较介绍, 因为这个是什么, 大家如果星期四的有听到, 我们刚好在适量论第二品也在介绍这个阶段呢, 在自定量跟他定量, 这个以后会, 哪里碰到呢, 是在适量论的时候会常常会讲到说, 自定量跟他定量是什么, 看这边就是先略略的再介绍说, 自定量跟他定量, 可是大家如果可以了解啊, 或者说在内心上献出说, 自定量是什么, 他定量是什么的话, 我们下一个礼拜会比较详细的, 或比较, 时间比较充裕跟大家介绍说, 他定量跟自定量是什么的, 不用大家, 我记得啊, 我记得我第一次学他定量的时候, 我想说这个在讲什么啊, 真的, 我说那时候我在学心内学的时候, 讲说什么, 究竟的所了知啊, 究竟的所缘啊, 或者说这个来讲的话呢, 那时候很难, 很难在内心上献起, 可是多去思维, 多听的话, 你就知道说, 这个没有那么难, 他是来讲现象, 看这个跟我们重要性是什么的话呢, 今天大家如果有机会看到尊者来, 开始的时候, 尊者今天早上尊者开始就说, 现在所要, 如果真的要去学习佛法的话呢, 他就对这个, 特别是对心内学的在讲什么, 要去了解的, 因为所谓的佛学是什么呢, 他是了解说, 新的改变啊, 新的思维啊, 是什么, 如果这个不了解的话呢, 你教一些课诵啊, 教一些的什么, 那很容易啊, 可是那不是佛法啊, 佛法是讲什么, 是说心灵的在做什么, 可以应该说, 现在出来是符合现代科学的时代的, 如果要谈到心灵的话呢, 反而我们这样看过就会觉得说, 现在以现代的科学的角度去看, 心理学啊, 或者所谓的哲学, 都还很浅的一个阶段, 以比来, 可是这是要透游学习才会了解, 这不是说我可以发愿啊, 我透游祈求啊, 同样说实话, 如果是佛学跑到说是, 我透游祈求啊, 发愿来讲的话呢, 佛法还能不能存亡, 那都是一个问题了, 所以尊者常常说, 他到三大师就跟大家讲说, 那如果是佛法跑, 变成是一种迷信啊, 一种仅仅是祈求啊, 仅仅是发愿来讲的话呢, 佛法可以存在于是有多久, 说不准了, 有可能很快就会灭亡, 但是如果可以透过这样子学习, 去思维, 一步一步的思维而判断的话, 不要说两百年, 三百年, 四百年, 五百年, 六百年或几世纪呢, 都还可能一定会存在, 因为这个真实的, 或真谛来讲, 透过思维而判断的话呢, 不会因为时代而转变的, 不会因为我们现在好像说, 我科技的演变, 对内心上就会有任何差别的, 或者这会落伍的, 这完全不会的,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, 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努力, 或者这么多时间在学习的原因, 也在这边吗, 所以, 尊者今天也讲了很多, 大家应该有听到, 他说, 你看, 介绍在佛法的时候呢, 就不应该走那种, 像有一点好像, 一直很说迷信, 或者好像又是信仰跟信心结合在一起, 这不是介绍佛学的东西, 和他自己, 尊者说他自己也不太相信这件事情, 他说, 讲到历史的时候, 我们就等于说, 可以参考吧, 可以参考而已, 不一定说, 也不否定, 可是这不是我们的逐于正程, 那逐于正程是什么呢, 是透过原因, 思维, 经验, 这个来讲的话呢, 这可以, 尊者今天也讲了, 因为我想说今天有一些来讲说, 因为我们这样的思维判断出来的东西呢, 尊者今天说他用一些的, 好像不雅的名词, 可是你会说什么的话呢, 人家跟你说反方向来讲的话, 如果我们是用背的, 或我们是用人家跟我灌树的而去, 我就说就是这样子如此呢, 人家说你为什么这样信, 或你为什么这样子, 你只能说某某人逼我这样子想的, 某某人硬规定我这样子, 可是你说真的自己有打动吗, 不一定自己有打动吗, 你就说爱只是这样, 为什么你要这样信呢, 你也说不出来了, 可是我如果我们刚刚讲的说, 他有诗文, 再去诗, 生起经验的话, 人家有个反对经验, 就是说这个人根本不懂, 你不了解, 或者尊者来讲说, 就会说好像他今天用了一个比较粗俗, 在诗文也是粗俗, 他说他妈的, 你怎么会说这样子的话, 这是尊者来讲, 就是等于说你怎么会, 你根本不了解, 你这就是所谓的说, 你是完全不了解, 我儿子说是反对的, 你没有经验, 你好像胡说八道这样子, 你就所谓胡说八道而已了, 可是因为那是要偷有一个自己的经验, 判断才会这样子, 或者你就说人家背诵, 那我们这边学的话呢, 应该是要走什么, 是说自己为自己去判断吗, 你自己没有自己判断, 你怎么可能说服到别人, 先不要讲说说服别人, 自己要说服自己都已经说是困难了, 那这个了解是什么呢, 就是要从经书所说的, 而去慢慢慢慢一一一一去体会, 经书所说的一一一去思维, 当然是有一个老, 第一步什么是有一个老师, 来逐字逐字逐句逐句, 意识内涵前后文, 但今天尊者也在开始的时候, 他说你看, 所以我们从以前纳纳陀世的, 经书的教法是什么呢, 他就是从第一个从字, 再句, 在整个文章, 在前后, 他有可能就说, 这个祖师大德是这样子的说法, 这个祖师大德有这样子的说法, 这个祖师大德有这样子的说法, 去比较, 他自己去生起经验吗, 这给全方位, 而不是说你就只能用这一个方法, 如果这样子的话, 那不坚固啊, 要透过这样子不断的思维, 不断的思维, 现在是想说, 爱是, 以前是人家硬性的逼你要背诵一个东西, 可是那都不坚固啊, 现在是要自己判断, 自己判断而来去获得一个结果, 这就是很坚固, 不管人家怎么说, 怎么样来讲, 那更不要说, 我现在如果是用理论的, 之后我真的获得真实的体验, 真实的感受生起来的时候呢, 人家做什么我一点都不会动摇了吗, 因为这已经是自己感受到的东西的话呢, 人家再说怎么样也不会动摇, 我就是说你根本是胡说八道, 我真实生起的体会嘛, 所以我们这边在介绍心内学的时候呢, 等于是一一一一一一一要生起这个感受之前呢, 那至少要有了解说, 内心是怎么样去运用吗, 内心的状况是什么, 内心会生起来的时候, 它的形象是什么, 一一一一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呢, 我们去思维的时候, 才有东西思维啊, 才有知道说, 这个是怎么样去以应该说佛教里面所说的, 如果可以能不能, 我们还不要说成佛, 那至少说有真实的体验啊, 或者这个能不能生起, 我是要依着什么工具而生起, 而不是只是说好像有如此啊, 有类似这样如此的这个境界呢, 而不是说真的透由先听闻思维, 自己决定, 还慢慢决定的时候, 慢慢思维慢慢思维, 生起一种的决定, 一种感受生起的话呢, 这就是佛学里面所说的文师修啊, 而不是说好像修一定是要跑到深山啊, 或者一定要跑到什么隐积处啊, 不一定的, 这边所说的修是在内心上不断的串写, 而生起经验, 这才是所谓的修啦, 好,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了,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, 我们再慢慢一一一的讨论, 我们来看, 我尽量的把这个经书的东西跟大家介绍, 他也很鼓舞啊, 因为我说今天听到, 因为今天是什么, 是尊者特别是跟对西藏儿童的来讲, 所以他讲的比较简单, 比较轻松, 比较白话, 可是他对教学啊, 或教导佛法的话呢, 那我说尽量, 我说我们在这边所做的事情是, 感觉还蛮有符合到, 或者说有蛮尊者的心愿, 所以我也很鼓舞的说自己, 我们大家啦, 都在这边努力的话呢, 至少是说按照尊者所指引的, 纳纳妥事的学习在迈向, 虽然它不容易, 尊者今天也说, 它不是一个容易的道路, 因为它是思维也难啊, 升起也难, 可是这是千真万卷值得的东西, 慢慢慢慢自己去思维, 慢慢就会升起那种感觉, 思维那感觉有一个起步的话呢, 它慢慢慢慢就知道说, 金叔叔说的不是只是某某一种理论而已, 而是实质的一种升起正量的方法啦, 好, 那我们今天就见到这边, 它就请回乡了, 愿消三藏诸烦恼, 愿得智慧真明了, 普愿罪障西消除, 世事常行菩萨道。